三种点加上带钩的点看一下 推高 推高你看我让它上下 是这个指头的伸缩 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你这边要放松 如果你这边一扎紧了 这边扎紧了 你连指头都不太会动 你看一下 这就是紧的状态 放松 放松你要动哪里都可以 来看一下 按往后慢慢提高提高提高 站高梯就这样 这是不是自然天成 很漂亮的水滴点对吧 好 再来 好 往后往后提高提高提高 站高梯就这样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叫手工 手工就是你每一次都不会一样 如果有一次会一样 那这不对了 那你是机器手了 对不对 三角点 按了以后不要用力按 把它往这个方向 慢慢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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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高提 所以它跟这个点是不是不一样 对 好 再看 把笔往这个三角的 往这个延长线的地方 踢 你如果快一点 它就会变得比较直 你如果慢它会比较斜 基本上就是会有这个角度 这样可以吗 好 再来看反手点 反手点要微微的一点斜 不要太斜 微微微的一点斜 你看这个可以肩肩的 就表示你比肩 你的比是直的 好 往左边 往左边 用手臂 好 好像转过来一样 再踢回去 好 转过来一样 转过来不要真的转过来 这样就不好看 好 好像转过来一样 手稍微伸过去一点 然后踢 有没有 好 踢 你有没有看到 踢它都比肩会在这边 有一个回的动作 那这个动作就会另外产生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尖叫 有没有 但是没有叫同学要不断的做这个动作 他只需要做一次就好 有没有看到 这样就很漂亮了 你看这就是笔触 这就是笔触 你看后面它会有笔触 你如果再去画一下 你的美完全没有了 好 好像代沟的点我们也来写一下 铁板上好像同学有写代沟的点 看一下 提 贴 好 再看一下 如果我们写的是鱼 这个鱼 嗯 一拳 它 怎么 它的 腕